大家好,这里是小熊美食 今天来给大家说一说买荔枝 选青色还是红色的 果农教会你 这三种荔枝白送也不要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夏天是荔枝上市的季节 荔枝口感香甜多汁 果肉半透明明白 非常诱人 新鲜的荔枝从外表上看 颜色不是很鲜艳 而是呈暗红色的 如果颜色比较轻 表明荔枝还没有完全熟透 不建议购买 要买颜色呈暗红色的荔枝 购买时要注意 第一,荔枝表面钉密集的不要买 第一是荔枝表面凸起的 如果荔枝头部比较尖 表面上的钉密集 说明不够成熟 如果摸起来平滑 则就是成熟的荔枝 第二,表皮出现黑斑 这个可以说明 荔枝在运输途中或者储存不当 放置时间很长 不新鲜 不建议购买 第三,有异味 购买荔枝的时候 拿起荔枝闻一闻 闻起来有酸味或者其他的异味 这代表荔枝已经不新鲜 不要购买 挑选荔枝的小妙招 你都学会了吗 快转发分享给更多不知道的人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